大家好,我是小安 自从学会了白萝卜的这个吃法 我家孩子再也不挑食了 每天嚷嚷的要吃 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做法又简单 我们来准备一颗白萝卜 春天这个季节 白萝卜吃水很多 特别的爱吃白萝卜 无论是羊肉炖萝卜 还是炒萝卜吃 都是清脆爽口 吃水又多 先用刮皮刀 把白萝卜的外皮去除 刮得干干净净 准备一颗胡萝卜 刮去外皮 我们用馊子 把胡萝卜 收成细丝 再准备一颗玉米 这个玉米是新鲜的 放到冰箱冷冻起来 我们搬弄到状态 这样包比较好包 汁水不会流出来 每一颗都比较完整 玉米的口感 鲜甜多汁 鲜甜多汁 包着吃 炖排骨汤 蒸玉米吃 都是不错的选择 再把玉米粒淘洗干净 这个绒毛全部去除 准备准备 准备几颗香菇 我用的是湿的香菇 这样湿的香菇口感更好 香菇的味比较浓郁 并且用起来比较方便 直接使用 不需要提前泡发 把香菇的根底去除 用剪刀剪 不会浪费很多的果肉 再来抓一抓 我们把香菇清洗干净 香菇受伤的环境比较特殊 挥一股均味 在使用之前 像这样来回的搓一搓 可以写得比较干净 香菇改刀 切成保护均匀的片 再把香菇改刀 切成小丁 准备一块瘦肉 准备一块瘦肉 爱吃肥肉的话 可以加入肥肉 我家孩子不爱吃肥肉 放到瘦肉 我们来把肉清洗干净 洗去血水 让肉吃来不那么的腥 口感很好 来回的抓一抓 抓出血水 腥味来源都在于血水的 这个血水洗得越干净 腥味就会减少很多 我们把肉改刀 切成薄片 再把肉改刀 切成粗长条 再切成小块儿 我们来剁一剁 剁成肉馅 中途的时候 我们加一点葱姜蒜 做进去 这样能够更好的气味增鲜 带一点颗粒感 不需要太细嫩 肉馅放入搭盘中 我们来调味 少来一点盐 来一点13香增加口感 再加入料酒 我们来抓捏抓捏 调味简单 这样吃起来比较香 抓捏均匀 朝一个方向 一直不停的搅动搅动 搅拌至上劲 这样肉馅Q弹 又嚼劲 好吃 也可以像这样 碎打碎打 抓拌至粘稠 加入配菜 香菇 玉米粒 加入胡萝卜 白卤不思也加进来 再次的抓一抓 所有的食材 混合到一起 抓均匀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来来更新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您都能拍好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吧 正硬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抓拌至像这样 特别的粘稠 就可以 加入一把葱花 加上热油 鸡发酥香味 再次的抓均匀 这个馅料又调好了 特别的鲜美 好吃 营养又丰富 接下来我们准备豆腐皮 这头层豆腐皮 又薄又好吃 取一坨馅料 放到中间 我们来按压紧实 稍微薄一些 不要太厚 右手摊均匀 摊薄 像这样 一个生杯就做好了 不大不小刚刚好 放入蒸屉中 水开即时 大约蒸25分钟左右 蒸熟 蒸好了 满屋飘香 特别的香 这个时候也可以直接吃 如果再来加工一下 口感会更好的 我们改刀 切成小块 这样方便食用 馅料十足 真的是好好吃 电面到预热 喷点食用油 要不你不去买烟的 买烟买油吧 我以后还得欧拉雅油 还得排食品 煎一下 让口感更香 豆皮肉卷做好了 看一下颜值怎么样 外皮焦香 那里的馅料特别的足大 煎过之后更有食欲 真的是很好吃 白萝卜这样做 我家挑食的孩子 也能吃个饱 又营养又健康 特别的美味好吃 主要做法很简单的 吃起来清淡爽口 一点都会有腻 喜欢的家人朋友们 收藏起来 有空试做一下吧 鲜香味美 特别的好吃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专心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